Lets go 小朋友 今天呢我來講一個 關於戰爭的故事 我們來看一看 大衛麥基六個男人 這本故事書 這本繪本 他怎麼樣描寫戰爭 六個男人 從前從前有六個男人 他們走遍世界各地 想找一塊可以平平安安 工作生活的地方 嘿咻嘿咻嘿咻 哇哦 終於他們找到了一塊肥沃的土地 他們決定要在這裡 蓋房子 種田 沒多久 他們就變得非常富有了 你看努力的工作 變得非常富有哦 好接下來呢 可是啊 蝙蝠有了以後呢 六個男人的煩惱 也越來越多 他們擔心小偷 會來把他們抓走 怕小偷 會把他們的錢財搶走 六個男人開始變得 無心工作 六個男人蓋了一座高塔 好監視小偷 他們只要聽到 一點點風吹草動 就會急急忙忙的 爬到高塔上 去看個究竟 過了一陣子 大家都覺得 這樣子好煩哦 然後經過了討論 他們決定要請警衛 來保護守衛他們的財產 他們僱用了六個 非常非常強壯的軍人 來擔任守衛 你看 可是 小偷從來都沒有來過啊 六個軍人 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耶 一天到晚都在睡覺 六個男人開始擔心 這六個越來越胖的軍人 會忘了怎麼對付敵人 另外 他們也擔心 這樣會白白的浪費掉他們的錢 所以 他們決定 再找事情 給六個軍人去做 於是呢 他們就到附近的一個農場 六個男人派六個軍人 過去佔領 他們呢 很輕易的就佔領了農場 原來 在農場 安靜生活的那群人啊 全部都嚇得 拋下手上的東西 逃跑了 看到六個男人 凱旋歸來 六個男人 非常非常滿意 非常非常滿意 他們的擔憂不見了 六個男人覺得 他們比以前更富有了 更有錢了 也更強盛了 哇 唉 所以啊 不久之後 六個男人又命令 這軍人呢 去佔領其他的農場 有些農民呢 會交出他們的土地 並且答應為六個男人工作 可是 也有些農民 因為抵抗 而被殺死 嗯 於是啊 六個男人 很快地佔領了大片的土地 因為 越來越有錢了 所以啊 他們必須 去僱用更多的軍人 終於 六個男人 擁有了一支 強壯的軍隊 先前的那六名軍人呢 就變成了 六名指揮官 六個男人的野心 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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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呢 也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他們的領土 已經從高塔延伸到了河邊 從高塔延伸到了河邊 嗯 有一些不想 投降的農民啊 逃到河的對岸 他們在那裡呢 努力地工作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可是 他們只要一聽到 六個男人 就會開始擔心 所以啊 他們聚在一起討論 決定把所有的人 分成兩組 並讓兩組人 輪流更田 和練習打仗 就這樣 他們不再害怕敵人 六個男人 叫一個軍人 站在河邊守衛 河的對岸 也叫一個人 站在河邊守衛 有一天 不對 有一陣子 日子過得好平靜 兩邊的守衛 都開始覺得很無聊 有一天 一隻小鴨 飛過了河的上方 兩邊的守衛 都看到了 他們分別拉開了箭 準備把鴨子射下來 可是 兩邊的守衛 都沒有射中 咻 咻 啊 兩隻劍分別 越過了河川 射到了對岸 兩邊的守衛 都以為是敵人 要前來攻擊 於是分別吹起了喇叭 吹起了號角 警告大家 所以呢 這邊的軍隊衝過來 那邊的軍隊也衝過來 正準備展開一場 四季大戰 非常非常激烈 终于 战争也有结束的一天 战争 终于结束了 活下来的人 只有 河左边的六个男人 和河右边的六个男人 他们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 开始走遍世界各地 就为了 要找一块可以平平安安 工作 生活的地方 六个男人 分针是非常残酷 残忍 可是呢 很多战争 都是其于人类的贪婪 更运气 希望世界能够和平 大家都能够平安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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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